今天在這裡也給大家介紹一下 港珠澳大橋的背景 那港珠澳大橋的整體設計 都是以這3D的經濟效益作為考量 根據官方之前所做的研究報告 就認為香港與珠江西岸的交通聯繫薄弱 陸路交通運輸必須要經過虎門大橋 這樣就增加了運輸成本和時間 港珠澳大橋在建成之後 將會大大的縮短兩跌的行車距離和時間 這樣也就可以促進到 人流和物流的平方往來 報告預計在2016年落成通車之後 有香港駕駛到珠海及澳門 將會從4至5小時的路程 縮減至約30分鐘 這樣就有助於3小時生活圈的行程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海內外企業 進駐到華南地區 從而也是可以給香港企業 帶來雙倍的機遇 而這些經濟效益就包括 我們看到例如像推動 珠三角西岸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鞏固香港國際航運航空中心地位 那麼有航運界人士就預計 在大橋進程之後 珠海和香港之間一個標準貨櫃的運輸費用 將會降低超過一倍 這樣也就可以大大的刺激到更多內地貨物 通過香港來轉口 從而提升香港物流中心的地位 另外就是可以促進到地區旅遊業的發展 以及完善地區交通網絡等等 而隨著大橋的興建 周邊珠海 橫琴和澳門 也都是迅速發展起來了 那麼有學者就分析 以亞洲博覽館 香港迪斯尼樂園 和昂平360 在2012年創造30支 45億元經濟效益來推算 日後大橋如果落成了 那麼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 酒店 商業和零售活動 進入到大雨山 產生經濟群組效應 也會觸發大雨山經濟急速的冒生 那預計未來10年就可以帶來 1000億元的額外經濟收益 但是如果香港短期之內 被橫琴和澳門搶走了部分旅客 那現有經濟收益就會被蚕食 而最終損失加起來 可以達到2000億元 那麼對於港周澳大橋的收益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